山上有宽敞的地盘 平原上驻满了江南人 他们都有铁车阻碍你的扩张 所以你该上山去占据山上的地业 也许今天你受祖不能为神做工 你该求神掀起能做功的 也许你的话语不能感动人 你可以感动天 也许你的工作受经济 人才恩赐以及种种难处的限制 你可以在上面看不见的 永活的神那里发展 山上有树林的阻碍 然而凭着信心可以砍伐 当初以色列各支派 虽然明明知道山上有宽地和宝藏 他们还不敢自信能砍伐从命的树林 但是神指示他们 提醒他们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树砍去 今天许多拦阻 许多似乎不可能的事情 摆在我们面前 像山上的树林一样 这些并不是来嘲笑我们的 而是来催促我们向神恳求应许和支取力量 每一次难处来到 都是暗示我们 神怎样答应我们信心的祷告和工作 天父 当我们觉得平原太窄小 带我们上山 住在那里 在那里发展 在那里 我们可以从磐石中得密 从地中得宝藏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